太多的烦恼 心都交的材料 你一个玩笑 我宁愿什么都不要 心有未了 爱很难了 我没有绝招 只有命一条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不要假装 静止要真逍遥 我要空到 天空地道 付出值多少 回报不重要 我要空到 没有空到 纠缠的感情 难道能够靠全都拥抱 暗 奜 战島 久不至于 ク biraz 年爵 性寿请 空中 伍 大 你這樣放嗎?八爪魚也死了 皇叔, 你教我的東西 和我看別人的東西全是相反的 我來聽聽 你看, 我看別人全都是敢擋 你說教我敢擋那怎麼辦? 來, 把你的裝子放出來 你看, 你這樣放就別人可以連搖打 你試試我教你的裝子 怕甚麼?你看, 還差這麼遠距離 還沒打到你 為甚麼? 你說人的關係呢? 蓉兒這樣咬, 可以這樣咬 這裡有隻小老鼠就算你不用力 他也要幫你頂住一點 是呀 對了, 我有事要做, 你幫我織起來 華…華叔 這次要幫你頂住一點 還沒做到一種 另外, 我要不要緊 你可不可以幫我 你吃東西 賺我 分我 沒話 你不會讓小老鼠 你會不會 你可不知 你不要 你會做甚麼 我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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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嚇死人了 你怎麼不站著站著, 嚇得我? 是太太叫我看著你, 她不讓你出去 怎麼搞的?連出去也不行? 我不管, 我一定要出去 那好吧, 你出去, 你就看著我死吧 我為什麼要看著你死? 太太說了, 如果回來的時候看不到你 她就會把我打死 好呀, 你們倆竟然在一起困住我 不行, 我一定要想辦法 走前華 九姑娘 九姑娘, 怎麼這麼開心? 走前華, 你打算去哪裡? 去讚生堂找梁師父 你要去讚生堂 九姑娘, 如果九姑娘陪你一起去的話 好不好? 好, 為什麼不好? 你剛才想我陪你去哪裡? 你和我一起去讚生堂 九姑娘, 九姑娘, 你聽到了嗎? 是找前華叫我一起去的 稍後娘問起你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回答她吧 知道了 那就好了, 走吧 好 那些燈籠很漂亮, 我餐天忘了, 今天就是中秋節 是呀, 想不到佛山的中秋會這麼熱鬧 是呀 是呀 財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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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九姑娘, 走前華 你們打算去找老爺嗎? 是呀 財叔 你是不是有甚麼事不開心? 我看你好像受眉苦臉那樣 是呀 是呀 沒有呀 沒有 財叔 有甚麼事儘管說 有甚麼問題 我找前華, 第一個就幫你 那先謝謝你 不過 這件事看來你也幫不了手了 財叔 你有甚麼事儘管說出來 九姑娘 你真是有所不知了 老爺, 以前每年中秋節那時候呢 我們贊身堂通常都會擺回酒席 兩家人坐在一起, 聊聊聊聊 但是今年中秋, 碧少爺、春少爺都不在 小饅頭就跟上去 我在擔心, 萬一真的要擺回 老爺一定會觸景生情 那… 那倒是 今年梁師父兩個兒子都不在身邊 他一定會有點心 就是呀 老爺, 我是阿春 我現在跟大哥還有小饅頭在一起 大家也很好, 你不用擔心我們 我現在一邊讀書 一邊在醫院裡面實習 每天都很忙 我現在一邊在醫院裡面實習 醫院因為不夠人手, 所以每天都要加班 不過爹, 你放心吧, 我還撐得住 自從來了醫院工作之後呢 每天都要對著很多的病人 我現在才真正的明白到 原來做一個大夫 真的要負很大的責任 爹, 我終於可以體會到 你平時有多麼辛苦了 至於大哥呢, 我會好好照顧著他 一有機會, 我就會跟他一齊回來 跟爹你團聚了 爹, 祝你中秋節快樂, 娘 來呀… 來追我呀… 來追我呀… 你追我不了呀… 來呀… 來追我呀… 你追我不了呀… 小心點 來呀… 來呀… 來呀…你追我呀… 是余弟弟 你追我不了呀… 帶我來幹甚麼?華叔 知己知彼嘛 那是怎樣 這裡就是常規林的道場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要跟你決鬥那個常的男 應該就是裡面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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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爹… 還是… 天啊… 我… 我… 阿嵐, 雖然你已經有六七成火候 不過你還沒做到亡我的境界 亡我?阿嵐明白 所謂亡我就是要深無雜念 令身體的任何部分 都可以作為攻擊的武器 將自己的速度達到最高極限 你現在的時候 在這個硬幣掉到地上之前 把你死塊木板打斷 爹, 阿杜賭了 阿杜賭, 阿杜賭 阿杜賭 怎麼樣?看到人家這麼厲害之後 真害怕吧? 什麼?我在想怎樣破壞了什麼戲 什麼眼光? 還在死賊 回去吃飽飯, 讓我再替你慢慢研究一下 華叔… 華叔… 開下廚會嗎? 華叔, 今天是中秋節 小饭頭親自下廚 看來做得不錯 坐吧, 華叔 坐… 華叔, 來吧 華叔, 兩筆給他做什麼事 聲音都呆了 你不用理他了 他今晚吃龍肉也沒有味道 不知道爹今晚怎麼過 阿杜賭 好, 阿杜賭 阿杜賭 有錢嗎? 是呀, 好遠 是呀 但又遠 今天, 中秋節結束 阿杜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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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如果沒什麼事 我想先走了 阿花, 阿成 是, 老爺 老爺 今天是中秋節, 大家早點回去吧 謝謝老爺 老爺, 你別那麼辛苦了 老爺, 那我們先走了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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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你快點過去看看 什麼事 有幾個人在羅浩福等你 他說一定要你過去, 大家聚一下 找我? 來…快點走吧 阿杜, 到底是誰找我 老爺, 你不要問 老爺, 你不要問 進去你就知道了 是他們叫我騙你的 我看他們這麼有心 那就要做了 姐夫, 大家都在這裡等你 你快點過來吃飯 走 梁師父 敬老爺 坐, 姐夫 坐 坐 好, 坐 吃飯 爹, 這些雞蚊好了 好 怎麼不吃呢?高大哥 爹, 吃飯 吃飯 吃飯, 吃飯 來, 別客氣 吃飯 我沒甚麼胃口, 你們慢慢吃 好 爹, 我去看看高大哥 真是呂大不中流 高大哥 高大哥, 你別想太多了 可能過幾天 你手的傷就會好 你爹已經說得很清楚 就算我好回來 也不會像以前一樣 我現在已經跟廢人沒有分別了 高大哥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你還可以做很多事 好像… 你還可以幫我餵雞餵鴨 還有, 你還可以跟爹上山去打獵 那又怎麼算是廢人 不准再亂說 小蓮 那天你救我回來 除了我的衣服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其他東西? 例如甚麼 我記得有一條鑰匙 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 沒有 那…我一定在路上掉了 高大哥 那條鑰匙 對你來說, 是不是很重要的 不是 那就好了, 高大哥, 不要想太多了 爹要等著我們吃飯的 我們回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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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碧, 今天還沒分嗎 怎麼了?看人家開山砍石分不住嗎 你看一會 看了這張桌子, 你怕嗎 我不明白 這張桌子, 她又不懂閃避 又不懂攻擊 還不懂思考 任她可以打來一百張、一千張 那有甚麼可怕 人就是生物 會動的 別想太多了 我去睡了 我去睡吧 沒有, 最好你們做醫生, 不專心 我們做病人, 這樣就很可憐 別笑我了, 陳伯, 回去休息吧 好… 陳伯, 先休息一下 難道真是神不守舍嗎? 姑娘, 你還記得我嗎? 那天在公園跑步那個 麻煩你, 借給我吧 我記得了, 原來是你 你終於記得我了 原來你是在這裡做醫生的? 見習醫生, 不過還沒正式 你好, 我叫莫心瑜, 你呢? 我叫娘 娘, 很高興認識你 娘醫生… 甚麼事? 陳伯, 又可以在床上跌下來了 你等我一會兒 嗯 嗯 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又說在這裡等 娘, 吃飯了, 還不走? 我在這裡等人 那好吧, 你慢慢等, 我先走了 娘, 你還在等嗎? 已經一小時了 已經夠了, 你還在等嗎? 不等了, 上班了 是, 走吧 高明, 我看好你的 不用三年, 你一定飛黃騰達 高明, 你就好 好了, 老闆這麼看得起你 以後你一定會榮華富貴 享之不盡 高明 高大哥, 這個山的泉水又香又甜 高大哥, 還是讓我來幫你吧 來, 我來餵你 高大哥, 你整天都這麼不開心 你是不是有甚麼心事? 我的傷已經好得七七八八 是嗎? 那你應該開心才對 開心 開心 小蓮 你想不想知道我的過去? 想, 當然想 我很想知道高大哥你的過去 你告訴我吧 我, 我在農村出生 家裡很窮 我娘在我十歲那年就死了 剩下我和我妹妹相依為名 直到有一天 有一個自稱張阿姨的人出現 她說可以給小槌一個好好的生活 然後就帶了她去佛山 我好辛苦才熬得自己這麼大 我師父說要去佛山 我就靠她帶我去, 可以找我妹妹 我師父皮很臭, 動一點就… 對我的拳打腳踢 不過不要緊 只要讓我找小槌 受多少苦都是值得的 誰知道 我去到佛山的時候 我才發現那個張阿姨原來… 原來是我的龜婆 她帶走小槌 原來是想… 是想賣她做妓女 小槌不肯 結果被那些壞人逼得瘋了 我…我為了治好她的病 我跟著全佛山最有錢的芙蓉 為她賣命, 幫她殺人 誰知道最後, 高錦秀 她竟然… 高大哥, 她竟然怎麼樣 她竟然把小槌污辱了 不僅如此, 她還把我們兄妹倆 乾淨殺絕 小槌就是這樣死了 高大哥 想不到你竟然有一些悲慘的過去 難怪你對每個人都這麼有戒心 照你這麼說 你說的那個佛山也沒甚麼好人 有 有一個 有一個 他是男還是女 他是那個姑娘 我去佛山這麼久以來 他是唯一一個對我好的人 我受傷 他帶我回家 我肚子餓 他煮粥給我吃 他還幫我找回小槌 他一直都這麼支持我 那…那位姑娘現在在哪裡 他… 他…跟個敗家兒走了 他離開了佛山 高大哥, 怎麼說也好 那些不開心的事就讓他過去了 你不要把不開心的事放在心裡 應該開心一點的 你現在就當是重新做人 重新開始 以後我來照顧你 我這裡很歡迎你 小蓮… 二嬸, 發生甚麼事 不得了, 你爹在外面跟人打架 快去看看吧 怎麼會這樣, 高大哥 你看他們多餓 幹甚麼 看你的樣子 你是不是想幫他們做駕倆 不敢… 你們這些人不顧佛紀, 強清地租 所以我和福斯看不過眼 看不過眼 你知不知道我們是甚麼人 還沒請教 好呀… 我們就是陸寨村的原居民 我就是他們的當家 我叫馬德 好, 原來是馬當家吧 失敬, 失敬 馬當家, 他們也是老藥婦孺 你又怎麼忍心去欺負他們 看在老夫份上 放他們一馬來 好, 看起來 你真是想做他們的老頭 各位兄弟, 跟我走 好 爹 前輩, 我幫你 好 老大哥, 小心 小心 老大哥, 你沒事吧 我看看 好呀 好呀… 好呀… 各位鄉春, 失禮了 失禮, 失禮 好呀… 爹好厲害 爹好厲害 前輩 高明斗膽問一句 今天前輩所用的是哪一派的武功 我剛才用的是少林正宗, 叫鐵線拳 鐵線拳 是, 武林少學博大精心 分之流派多不勝數 鐵線拳就是其中的一個門派 高明, 聽我女兒說 你也學過功夫, 是不是 那你學的是河門河派 師父又是誰 我師父是劈掛門的伏鎮東 伏鎮東 前輩認識我師父 我們鐵線拳和你們的劈掛拳 都是同屬少林的一派 所以門裡的弟子都是以師兄弟相稱 早年的時候, 我和你師父都有個幾面之緣 都算是相識了 高明, 你的劈掛拳練得怎麼樣 我的武功在前輩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況且我的右手已經廢了 之前辛辛苦苦學了武功 就等於沒用 高明, 如果有一個方法 可以治好你的手 你會不會試一下 當然會, 難道前輩有辦法 我曾經和一位骨科聖手 學過一種薄骨療法 不過在醫你的時候 你會受到更大的痛苦 不知道你敢不敢試一下 只要能夠治好我的手 高明甚麼都敢試 謝謝姐妹 謝謝 老爺 那急去哪裡 我… 我在這裡研究 如何才能擺平這個月的帳 這個月收入很差嗎 老爺, 其實我不說 你應該也猜到七七八八了 你說的意思是… 你說這個月你看了那麼多病人 但是沒有一個病人是給錢的 你還把那些藥 百百地送給別人 這些藥全都是貴藥 所以就令到這個月 我們嚴重虧損 那帳房的錢還能頂得住嗎 到目前為止 勉強也能頂得住 那先頂住吧 老爺, 平時 老爺, 你整天嫌我口多 但是我覺得應該說的時候 我一定要說 你幫那些有困難的病人 我不反對 但是我們贊生堂 整天這樣入不敷之 這樣長遠下去 我們真的受不了 這幾月來看病的 通通都是窮等人家 你叫我怎麼收他們的錢 行了 兩位請 好… 齊老闆, 怎麼這麼錯誤 來, 請坐 今天不是什麼錯誤 我今天是故意帶兒子來拜後你 不知道有什麼事呢 好, 華信, 來, 自己說 梁師父 梁師父, 華信上次魯莽衝撞 多虧梁師父大人有大量, 原諒我 這段日子 教識了我不少功夫和做人的道理 我和爹商量過之後 今天正式向梁師父拜師 希望你不要嫌棄, 收我為徒 好 梁兄, 華信他真的很有誠意 你就答應他 至於拜師禮金方面 我早就準備妥當了 老爺, 既然陳老闆和陳少爺 都這麼有誠意 你不如就… 不行 梁兄, 為什麼要拒人以千里之外 我和華信他… 陳老闆 我拒絕修令公子是有我的苦衷的 我絕對不是小看他 陳老闆, 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梁偉有事在身, 失陪了 老爺 蔡叔, 梁兄他怎麼了? 陳老闆, 一言難盡 梁師父 梁師父, 你一直不肯收我為徒 是不是我做錯了甚麼? 你儘管說吧 你說出來, 我馬上改到你滿意為止 梁師父, 你不用怕傷害我 梁師父, 你儘管說 華信, 你的確是一塊練功的好材料 不過我不能收你為徒 為甚麼 沒甚麼為甚麼, 你還是走吧 梁師父 梁師父, 雖然你不肯收我為徒 不過這罐上等的鐵觀音 是我特意叫人買來孝敬你的 請你收了它 對了, 就當是我們朋友之間的一點心意 武功不受龍 難道我和梁師父做個朋友也不配嗎 梁師父 梁師父, 不如我喝一杯茶給你嘗嘗 梁師父 馬上, 想不到你的人都操縱大小 衝起手茶上來也有板有顏 我知道你梁師父喜歡喝茶 才叫人教我 七二二試試吧 梁師父 梁師父, 不用擔心 這杯不是拜師茶 我也沒這麼想過 真是不好意思 陳老闆 我們老爺的脾氣 有時候真的太過固執了 你千萬不要擺在心裡 外面世途險惡 每個人都在說現金人心不古 梁兄他有這種黑紀念舊之情 才值得人敬佩 蔡叔, 你不要誤會 我又怎麼敢呢 陳老闆, 你心孔這麼廣闊 對我們老爺有這麼敬重 我想我們老爺知道之後 也一定會很開心的 華信, 爹, 蔡叔 看見沒有 這次我們父子來 又吃閉門羹了, 是不是 不要緊 當年, 劉比請諸葛孔明出山 都是三個草勞 梁師傅拒絕了你兩次 不可以就這樣放棄 好了 蔡叔, 是 那我們就不打擾了 陳老闆, 你真是太客氣了 我看不如這樣, 明天再來 和我們老爺喝一杯水酒, 好不好 好…華信, 走吧 先走了, 蔡叔 蔡叔, 是 我差點忘了 什麼呢 過兩天, 是我在佛山的大風銀路開張 這張請檢, 請務必轉交梁慶 請他過來喝一杯 你放心, 我一定會交給他的 蔡叔, 是 到時候你一定都要來 好…我一定來, 一定都… 再見 慢走 老爺 坐吧 對了, 陳大風他們走了 老爺 老爺, 有句話 我想跟你說很久了 我阿財雖然不懂武功 但是也知道尊師眾道的道理 你堅守本門的傳統 這是好事 但是有時候 我覺得你應該看情形變通一下 有些事呢 是可以隨著時間而改變 所謂規矩其實也是人定出來的 當年詠春權的掌門人 他既然可以定出一子丹傳這個法則 那你作為現在的掌門人 都可以將他改變 左前華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知道 論武術的熱衷, 論為人 左前華的確是一個上街人選 只不過你要我去修造徒 老爺 老爺 你知道嗎?人沒有十全十美 當年黃師父把武功傳給你 他對你的要求也沒那麼嚴格 我覺得你這樣選下去 到了七老八十的時候 恐怕你也沒找到適合人選 行了, 我自有分數 好了, 那我也不煩你了 好好想想 啊 Ari媽, zaradi 我 mineral情我不讓你喜歡 老爺, 你也送她 下誇著, 你先去嘴試 把 Atharada見到你 没有改变 你眼中对我的敷衍 如果可以 只要一点点 存在你心里 若有似乎 见动我的决定 爱上了你 只有一秒的时间 痛苦却还没有多少指点 何时在何日相遇 在离开之前 看风也飘落在你身边 我爱的你 我一直等待 还是没有改变 你眼中对我的敷衍 如果可以 只要一点点 存在你心里 若有似乎 见动我的决定 爱上了你 只有一秒的时间 痛苦却还没有多少指点 何时在何日相遇 在离开之前 看风也飘落在你身边 我爱的你 我爱的你 我没什么胃口 你们慢慢吃 爹 我去看看高大哥 真是旅大不中流 真是旅大不中流 高大哥 你别想太多了 可能过几天 你手的伤就会好 你爹已经说得很清楚 就算我好 也不会像以前一样 我现在已经和废人没分别了 高大哥 高大哥, 你又怎么可以这么说 其实你还可以做很多事 好像... 你还可以帮我喂鸡喂鸭 还有, 你还可以跟爹上山去打猎 那又怎么算是废人 不准再胡说 小莲 那天你救我回来 除了我的衣服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 例如什么 我记得有一条鑰匙 你有没有见过 没有啊 那...我一定在路上跌了 没有啊 高大哥 那条鑰匙 对你来说 是不是很重要的 不是 那就好了 高大哥, 不要想太多了 爹突然我们吃饭的 我们回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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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碧, 今天还没分吗 做什么 看人家开山砍石分不着 你看一会 看这张桌子, 你怕他吗 我不明白 这张桌子他又不懂闪秘 又不懂攻击 还不懂思考 任他可以打了一百张、一千张 那有什么可怕 人就是生物 人来的, 懂得动的 别想太多了 我去睡了 好人手 所以每天都要加班 不过爹, 你放心 我还忍得住 自从来医院工作之后 每天都要对着很多病人 我现在才真正明白到 原来做一个大夫 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 爹, 我终于可以体会到 你平时有多辛苦 至于大哥呢 我会好好地看着他 一有机会 我就会和他一起回来 和爹你团聚的了 爹, 祝你中秋节快乐 娘 来呀, 来呀, 来追我 你快走呢 你追我吧 你追我不了, 来呀, 再见 你追我吧 你说我不了 小心点 来呀, 来呀, 你追我吧 是余弟弟 你还说我不了 带我来干什么, 华松 知己知彼 那是怎么办 这就是常规里的道场 如果我没猜错 愿意跟你决斗的上男 应该就在里面 我去哪儿 该是最大的 准备了 准备了 阿嵐, 雖然你已經有六七成火候 不過你還沒做到亡我的境界 亡我?阿嵐明白 所謂亡我就是要深無雜念 令身體的任何部分 都可以作為攻擊的武器 將自己的速度達到最高極限 你現在時刻在這個硬幣跌到地上之前 把你的死塊木板打斷 爹, 阿嵐到了 阿嵐, 阿嵐 怎麼樣?看到人家這麼厲害之後 最怕你嗎? 什麼?我在想怎麼破壞戲? 眼公 還在死賊 回去吃飽飯 讓我再替你慢慢研究一下吧 華叔… 華叔… 當下前輩 華叔, 今天是中秋節 小饅頭親自下廚 看來做得不錯 坐吧, 華叔 坐吧… 華叔, 兩逼他做什麼事? 雙胎都呆了 你不用理他了 他今晚吃龍肉也沒有味道 不知道爹今晚怎麼過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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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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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大又圓 中秋節當然是圓 兩團圓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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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爺, 如果沒甚麼事, 我想先走了 阿花, 阿成 是, 老爺… 今天中秋節, 大家早點回去吧 謝謝老爺 老爺, 你別那麼辛苦了 老爺, 那我們先走了 老爺, 老爺, 阿財 你快過去看看 甚麼事 有幾個人在羅浩福等你 他說一定要你過去, 大家聚一下 找我? 來…快走吧 阿財, 究竟是誰找我? 老爺, 你別問了 再進去你就知道了 是他們叫我騙你的 我看他們這麼有心, 那就要做吧 老爺, 姐夫, 大家都在這裡等你 你快點過來吃飯吧 梁師父 散老爺 坐吧, 姐夫 坐 坐吧 好, 坐吧 坐吧 到底誰出的鬼主意 先別說這些了 喝酒吧, 姐夫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好… 來, 中秋節快樂 好… 爹, 雞蚊好了 好 怎麼不吃, 高大哥 爹, 吃飯了 吃飯… 吃飯吧 那不吃飯了 那就既來之爭一之 今天過節就當是你身生的第一餐 是嗎 來…別客氣 我 小姐 你嚇死人了 你怎麼不站著站著, 嚇得我 是太太叫我看著你的 她不讓你出去 怎麼搞的?連出去也不行 那你, 我一定要出去 那好吧, 你出去吧 那你就看著我死吧 我為什麼要看著你死? 太太說了, 如果回來的時候看不到你 她就會把我打死 好啊, 你們倆竟然在一起困住我 不行, 我一定要想辦法 走, 前華 九姑娘 九姑娘, 怎麼這麼開心呢? 走前華, 你想去哪裡? 去讚生堂找梁師傅 你要去讚生堂 如果九姑娘陪你一起去的話, 好不好? 好, 為什麼不好? 你剛才想要我陪你去哪兒呢? 你和我一起去讚生堂嘛 哦, 楠香, 你聽到了 是早前華叫我一起去的 一會兒娘問起你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回答他吧 知道了 那就好了, 走吧 那些燈籠很漂亮呀 我差點忘記了, 今天就是中秋節了 是呀, 想不到佛山的中秋會這麼熱鬧 財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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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九姑娘, 走前華 你們打算去找老爺嗎? 是呀 財叔 你是不是有甚麼事不開心呢? 我看你好像瘦眉苦臉似的 是嗎? 沒有呀 沒有 財叔 有甚麼事儘管說 有甚麼問題, 我找前華, 第一個就幫你 那先謝謝你 不過, 這件事… 看來你也幫不上忙 財叔 你有甚麼事儘管說出來 九姑娘, 你真是有所不知了 以前每年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贊薪堂通常都會擺成酒節 兩家人坐在一起, 聊聊聊聊的 但是今年中秋, 碧少爺、春少爺都不在 小碧少爺, 小碧少爺就跟上去 我在擔心, 如果萬一真的要擺分圍的話 老爺一定會觸景生情, 那… 那倒是 今年梁師父兩個兒子都不在身邊 他一定會有點心 就是了 爹, 我是阿春 我現在跟大哥還有小碗頭在一起 大家都很好, 你不用擔心我們 我現在一邊讀書一邊在醫院裡面那裡實習 每天都很忙, 醫院因為不夠 太多的煩惱, 都來自掙承 太多的小禮殘老, 讓我不敢隨便微笑 什麼技巧, 才能讓我一個小小年頭 單純如同藥 我知道這樣不和誰比較 煩惱就一筆勾銷 我不是狗心到腳的材料 你一個微笑 我寧願什麼都不要 心有未了 愛很難了 我沒有絕招 只有命一條 我都不了 一了百了 不要假裝 心情只要真逍遙 我要空到 天空地道 付出值多少 回報不重要 我要空到 沒有空到 糾纏的感情 難道能夠靠全照擁抱 我不是想要說 你不信心 是否有大陸 你不信心 你不信心 吃你 我可能要感覺 你不信心 終於 你不信心 你不信心 沒想到 你這麼擺, 八爪魚都死了 皇叔, 你教我的東西 和我看別人的東西全是相反的 說來聽聽 好像我看別人的東西全都是這樣擋 你說教我這樣擋那怎麼辦 來, 把你的裝備放出來 你看, 你們這麼擺法 人家就可以連橋打一天 你試試我教你的裝備 怕什麼?你看, 還差這麼遠距離 還沒打到你 為甚麼? 人的關係, 容易這樣咬, 可以這樣咬 這裡有隻小老鼠, 就算你不用力 他也會幫你頂住一點 是呀 對了, 我有事要做, 你幫我收拾 華…華叔 這次要替你頂住一點 謝謝… 我found you 好嗎? 甚麼? 你不可以做嗎? 我看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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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我看起了 你现在这来了 我看起来 你现在弄小时 我看起了 哪里 我看起了 我家看起来 你玩t起来 我坐在那里 你开始了 我笑ene